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很開心來到大家當中 其實我的辦公室是看到這個建築的 其實我的辦公室可以看到這棟樓的 就是麥當勞對面的新貿中心 我們教會的辦公室在那裡 就是麥當勞附近的那邊的辦公樓 就是我們教會的辦公室 不過大概小到一半 所以我們小組 我們都計劃再另外買一個大一點的地方 有介紹請介紹給我 但是我們那邊的地方比這裡小一半 我們的小組聚會可能也會打算 去重新買一個新的地方 我們自己的崇拜就在恆安村裏面 我們自己的崇拜就在恆安村裏面 我們是在恆安浸訊會 我是在恆安精心會的 我們有個幼兒學校在一起的 那邊有個幼兒園學校在裏面的 如果你說去到恆安村 我們就在最出名的那個恆星樓 因為榮祖兒在那裡長大 我們的恆安村最有名就是恆星樓 因為那個榮祖兒就是在那邊長大的 不過可能過二十年之後這裡的小朋友長大了 出了名他們又說這個惠達廣場就很出名了 可能在這裡的小朋友長大以後就說 我是在這裡的惠達廣場這裡長大的 你不知道人會是走那條路是怎樣的 你不知道人走的路是怎樣的 我今天選的講題是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我今天選的講題是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大概一年前我已經訂了這個題目 大概一年前我已經訂了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也是我很久以前已經是因為一首歌而訂出來 就不是因為一帶一路而訂出來的 我訂這個題目是因為我聽了一首詩歌來訂出來的 而不是那個一帶一路的偵測而訂的 是神在人的裡面一早原來訂了一帶一路的 是耶穌基督一路帶著我們 我們就好像伊伯羅斯所說 我們就走上一條的路上 其實一帶一路是耶穌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已經行動了那個一帶一路了 在我們生命上 好像希伯萊書裡面說 我們每個人都有生命的道路 我要先按按鍵 不好意思 這個是出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67-80節 這個是出自於《路加福音》第17章 這裏裡面是說到有個祭司 有個祭司他有差不多九個月說不到話 這裡說的是一個祭司 差不多有九個月的時間他不能講話 剛巧我訂了一個題目完全沒有什麼呢 我訂這個題目的時候也沒有想過 其實從上個月底到剛剛上個禮拜 我有幾個禮拜我是不能開聲說話的 我就很感受這個祭司撒加利亞的那種心情 我是很感受到這個祭司撒加利亞的感受那個心情的 如果你有三個月沒有吃東西 你猜你一可以吃東西你會吃什麼呢 如果你有三個月不能吃東西 突然間你可以吃東西你會怎樣 如果你有三個月說不到話 然後你可以說回來你會說什麼呢 如果你有三個月不能講話 突然間你可以講話了 你會想說些什麼呢 我在三番市的時候遇過一個姊妹 我在三番市的時候遇到一個姊妹 他有一次來跟我們夫婦聊天的時候 突然間他哭了 因為他是做地產的 有九個月賣不到屋 因為他是做地產的房地產的 他九個月不能講話 後來一賣到屋他就做奉獻 他跟我們說原來奉獻是這麼美妙的 可以再奉獻那個感覺 然後九個月之後他能買賣的時候 他就來奉獻 他就很感恩 原來能夠奉獻是那麼美好 我們因為跟他很親密 他也都分享給我們 跟另外一個姊妹聽的時候 他一路說就感動到哭出來 他是對我們非常信任的 他只把這件事情分享給我們聽 還有另外一位姊妹 他不斷在講的時候 他就不斷在哭 那我先考一下你們 你們口齒靈不靈離先 我就先考一下你們口齒靈不靈離了 那先大家先過 這個讀得快不快的 你們可不可以讀得快的 這一句你們能夠讀得快嗎 講給旁邊的那個聽 講一下給旁邊的人聽 旁邊的那個幫我檢查一下他 清不清楚 國語沒得說 檢查一下旁邊的人 我小時候經常跟我跟我講 幾乎都沒得過這一關 其實是Level2的 其實是Level3來的 Level2是這樣 在進什麽 tent待我 緊急的 keyboard 然後這個Level2的 休息有沒有想說的話 你可以說得到嗎 有時候不是你想說那件事情 就能夠說得出來的 如果你在法庭呢 那這樣就終於是糟了 如果你在法庭上这样说的话那就惨了 Level 3 还是这个 加上刚刚 你试试再读一次 会更快一点 第三个Level 就是还要加点智 撒加利亚九个月说不了话 他说回话就会有 有一句很简单的 都是因为这里 这个你读到后面看 可不可以这样 这个第四个Level 你看看读到后面能不能够读得出来 换一些简单的 清晰一点 再换一些简单一点的 跟旁边说 圣诞快乐 新年进步 梦神恩又多方便 其实有一句长一点 都容易讲的 加了音乐就能讲到容易 是不是有一首疑歌是这样 神爱你 做天空低地 一直做了很多节目给我们 最后那一句呢 如果再加音乐了 还更加比较容易讲出来 对吧 最近很流行 声乐界很流行 叫做粤语填词那些 其实1980年 Dr. Angel 已经一早就弄了这首歌 粤语填词1981-82 已经有的了 这首歌 那现在声乐的时代就很流行 把粤语填词到音乐里面 其实在1981年 82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她有一次在性乐营就唱这首歌 就被那时看到一个很传统的女传道 就骂她们 把性乐搞到这么轻骑啊 这么什么 那已经一早被人骂了 原来 我老婆都听着就是这样 所以很久之前就是尝试把粤语填词到音乐里面 就给人家骂了 就说为什么弄得那么简单啊 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不了了 有一个冷知识就是 一些真理 如果你加了音乐的元素去配合它 很入心的 其实有一个真理就是把一些很简单的词 加入音乐的时候 其实那个信息是很入心的 你找一个讲员是这样讲的真理 哇 大家睡了觉 但是你加上音乐之后 好的音乐配合它 就不一样的了 有一个讲员不断在讲那个信息的时候 可能你想睡觉 但是如果加入音乐的时候 你就很走心了 我十月的时间跟香港的ACM 就去了北美做报道的工作 我十月份的时候就跟ACM一个 这个布道会的团体 我们一起去北美那边去做宣教 那廖牧师就负责加拿大 我就负责加州的港道 廖牧师负责加拿大的 我就负责加州的正道 那我在三藩市和罗亚九间教会里面的港道 我在三藩市跟罗亚九家的教会里面正道 刚刚有个朋友还免费借了Forsfeater给我们 坐一千多人的一个地方 一个旧的剧院 就做最大型的报道工作在三藩市 当时有一个弟兄租了一个地方给我们 就是一个很旧的大剧院 可以做一千多人做一个大型的报道会 免费租给我们 是免费租给我们的 那一天是特别的 那天是特别的 那天有一百人信主 那天有一百人信主 那接着有二百多人重新立志 有二百多人重新立志 交给神 那我之前就在梁牧师 梁亭益牧师的教会讲到 也是报道会 之前我就在一个联庭恩牧师的教会里面 讲到 梁亭益牧师 梁亭益牧师 他不在这儿 刚刚出学之前跟他聊了 他借给我们是会典的正堂 在梁牧师那边 他借给牧师他们是一个会职的正堂 那天就十几人信主 那天就十几人信主 另外有二三十个是重新立志 跟随基督 另外有二十到三十几个 就重新立志跟随耶稣 自己经历都很大 因为其中有一个小朋友 自己经历很大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 他将他的生命重新去到投身 是十岁了 他重新去投身自己去立志 他只有十岁 他的立志很特别 他说要以耶稣基督的爱 去爱他父母 他的立志很特别 他说要以耶稣基督的爱 去爱他父母 因为他妈妈又有癌症 他爹地是康复了癌症的患者 原来他的妈妈是一个癌症的病人 他爸爸是一个康复的癌症病人 他觉得自己不靠耶稣基督 不可以爱父母 他觉得他不靠耶稣基督的爱 他不能够爱爸爸妈妈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关乎耶稣基督出生 当然是很重要的 关乎耶稣基督出生的歌曲是很重要的 所以以前中古时期 一直想到爆头 是哪一天耶稣基督出生 后来硬定了十月二十五日 以前想了很久很久 怎么去定耶稣基督哪一天出生呢 很久就定了十二月二十五日 所以后来发觉 未必是那一天的时间 我们现在一般叫做救主降生纪念节 现在发现不是那一天 他们就改正那个名字叫救主降生纪念节 不过你叫圣诞节都不是错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叫圣诞节 也是没问题的 没错的 我们香港很多年长的人 他那个身份证上面写的日期 根本都不是那样的 香港很多年长的人 他的身份证上面 他的出生日期也是不对的 我爸爸写什么七月七日 其实是旧历七月七日 即不是新历 我的爸爸呢 他的身份证上面写七月七日 其实他们是说七月初七 那就不是新历的日期 我爹地上一个圣诞节 十月二十五日做安息主怀 我爸爸去年 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就做安息主怀 那他究竟多少岁呢 我们就猜想是九十四 他究竟多少岁呢 我们都猜想是九十四 你是跟他说的他属什么 那来到还是属龙 那我们就猜想是这样的岁数 因为他猜想他说他是属龙的 我们就猜想他的岁数 因为他在石结尾大火那里走出来的 如果大家有些上了年纪 或者历史书上面看过 因为他是从石家围那边的大火 那什么都烧了 那什么都烧了 烧了一件底衫和睡觉的底褲 他就跑出来了 他烧了烧 剩下他的一个底衬衫 还有一条内裤 就跑出来了 他重新登记身份证 他喜欢说什么就什么了 他重新登记那个身份证 他喜欢说什么就什么 耶稣基督降生有几首歌 耶稣基督降生的几首歌 一首是玛利亚的专主众 一首是玛利亚的专主众 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十二月才来唱呢 那又未必 因为早十个月的嘛 那这个应该是十二月 那你起码都一二月 这样唱的这首歌应该是 这首歌也不一定要十二月才唱的 其实早十个月的话 那应该一月二月都可以 今天讲到就是撒加利亚的祝福众 Benedictus 今天说的是撒加利亚的祝福诵 另外一首是西面诵 就是耶稣基督被人抱去圣殿 献礼的时候 有个西面诵的 另外一首是西面诵 是耶稣基督给抱到圣殿面前 去祝福的那首歌 那齐味 骑船了吗 差了哪一首 差了哪一首呢 我说到最尾 我再说那首 你们一定知道的 你们一定懂的 猜一次就猜中了 猜一次就猜得到了 这一首 撒加利亚她出声 唱出来的一首诗歌 这一首 撒加利亚她一开声 第一首所唱的诗歌 是赞美 是赞美 她第一个能够说话的反应是赞美神 她第一个可以讲话的事就是赞美神 里面就说到以色列的神是应当清重的 因祂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 她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祂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 这首歌很特别 这首歌很特别 其实整首歌当你分析完之后 就是过去现在将来讲完 其实这首歌的分析就是过去现在 未来也说了 如果你看Marvel的电影就是End Game 这首歌就是 如果你看那个超级英雄的电影的话 那其实这个就已经是结束了 结尾了 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 在现在做一些事情 然后将来有个盼望 将来就改变了 将来也改变了 其实不需要看Marvel 看圣经都有 其实不用看那个英雄电影 其实圣经也有 圣经里面说 以色列的神应当称颂 因为他眷顾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圣经说 以色列的神是应他参颂的 应他捐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这里讲主的百姓 那个用词是包含了我和你 这里圣经说 神的百姓是包含了我们 最近经常有人问我 中牧师你怎样看袈裟这件事 最近很多人问我 中牧师你怎样看袈裟这件事情 我就笑问 可以怎样看 用眼看 看一向都是用眼看 我就笑说 怎么看呢 就是用眼睛看 我难道用不知道什么看 或者派一架模型机去那里 一下就被人追查到 是香港的中牧师 送的模型机 过来 我做大件事 那我要把那个无人飞机过去 去偷看吗 人家就知道是香港的中牧师去看了 一来我没有那么有能力的模型机 一来我没有那个有能力的无人机 我的那个无人机可能在我的办公室 飞到这里去看一看都可以 翌日王牧师突然出面 周牧师在飞机在那里飞一下飞一下 王牧师可能看到那个无人飞机 在外面就偷看了 但原来他说 我那三只机已经在你office 窗口看着了 任牧师就说 我自己有三台也是在偷看你了 这里说 原来神一路救赎了我们脱离仇敌 这个很重要 这里说到神他救赎人脱离仇敌 是很重要的 这里的仇敌是说魔鬼撒旦 这里说的仇敌是魔鬼撒旦 所以如果那些人问我 关于加仇敌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作为基督徒不一定支持犹太人 如果人家问我的话 我说作为基督徒 我不一定支持犹太人 也不一定支持他们所有的行动 也不一定支持他们所有一切的行动 或者赞成 或赞成 或者不反对都很严重 或不反对也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也有些觉得他们做得很过分 所以我也觉得他们有一些东西做得很过分 当然这个是人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人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政治问题 不是我今天想解决的 不是我今天想解决的 我今天只是说 你面对魔鬼撒旦的时间 人生在走很多低谷的时间 记得以往神一直在救你 当我们走在人生的地固的时候 我们记得神过往的救赎 我今次去加州港道有个奇迹 我这一次去加州 遇到一个奇迹 就是我整个行程 我完全被ACMD同工 他们去安排和决定 我这一次的行程安排 完全交给同工去安排的 但是我九间教会里面有七间 我以前有关系 但是里面有七间的教会 也是以前跟我有关系的 最后一间在罗省教会 就是我受案立的地方 最后一间是罗省一间教会 就是我受安利的教会 其实那两天最后一天 另外一间 上午那间就是 Dr. Angel在那里教他们的 诗班教了三年的一个教会 最后那一天早上的那一家教会 就是Dr. Angel师母她在那一边 教那个诗班三年的地方 两间我们都熟得不得了 两间教会我们也是很熟悉的 好了 说回我受案立的教会 说回去我受安利的教会 那天我一走到进去 就是我早了几个钟去 一走到进去 就已经有几个弟兄轮流 跟我打招呼 那天我走了几个小时 进去那家教会 当天我踏进去 已经有几个弟兄轮流 过来跟我打招呼 不是我出名的 是因为他们有需要 不是我有名 是因为他们有需要 原来他们的配偶 刚刚几个月之前都过了神 原来他们的配偶 过去几个月也过生了 有一个弟兄本身是 藥剂师的master 有一个弟兄他本来是 藥剂师的master 他的太太是 藥剂师的博士 他的太太是 藥剂师的博士 对用藥 根本吃什么supplement 是厉害到不得了的 对用什么药 需要用什么健康产品 是很熟悉的 一般就是太太健康的先生 一般就是太太比先生健康 但意外地是中风 还是什么 心脏病突发 就走了 六十多岁了 但是意外就是突发的中风 突发的心脏病 然后就离开了 那弟兄我一去到 他就已经抱起来 我说你有事 不是我已经感到 已经感到 他就开始哭 那个弟兄他走过来 就开始拥抱 我就问他 你有事吗 他就忍不住哭了 他之后还有另外两个弟兄 之后还有另外两个弟兄 我还明白神 为何那天 特别最后的过程 是带我回去 这帮弟兄姊妹的当中 我是特别感受到 为什么神 让我最后 带我回到这一家教会 Lofridge的宣度会 是北岭华人宣度会 是北岭华人宣度会 在那边 如果你香港 有买那些起伏器 那家Matchonic所在的城市 如果你们有买过 那个新章的起伏器 就是在那边生产的 那边有一家很出名的学校 叫Season California State U of Lofridge 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的大学 弟兄姊妹有时候神的恩典是这样 弟兄姊妹 有时候神的恩典 他一直会帮你安排 有时候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 他会帮我们安排 你2023 你倒转数一数整个2023 有什么是神带领过你的低谷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恩典 我们今天要思想就是2023年 神在哪个时间 是带领过你走过那个低谷呢 当时这个撒加利亚 他就跟着说了一大堆的说话 当时那个撒加利亚 也说了一大堆的说话 就是下面紫色那里 向我们的列祖师联名 向我们的列祖师联名 纪念祂的圣约 就是祂对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所起的誓 就是祂对我们祖宗阿伯拉罕所起的誓 简单希伯来文里面原来很简单的 简单的希伯拉罕里面是说的很简单的 就是John,Sakiria,Elisabeth 就是约翰,Sakiria,Elisabeth 两节经文其实是大部分的 主要的用字就是这三个名字 这段经文最主要用的就是这三个名字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意思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意思 香港的人很多都很特别的名字 很有意思 香港人很多的名字也是很特别 很有意思的 有个大富翁 他的名字就是加减成除里面 没有减没有除的 只有加跟成 有一个大富翁的名字 他是加减成除... 他是没有减跟除 只有加跟成 是的 你知道是里加成 赚到现在全港首富了 就是赚到全香港的首富了 现在全中国的首富是姓中的 全中国的首富是姓中的 不是中木斯 不是中木斯 是中闪闪的 木字边的盐是双倍的 是中闪闪 是的 闪闪 我说这么厉害 懂得闪 当然是首富 我说那么厉害 原来只会闪 就是首富 他是说一闪一闪亮光光的星星 原来那个闪字 是这个闪 不是闪来闪去 会闪避那个闪 是星星那种闪亮亮的闪 不是那个闪壁 那个闪 是的 大家都说是木斯 我们知道的 我们中国人是闪的后裔 那很多人就开闪 就说中木斯 我们知道的 因为我们是闪的后裔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这么厉害 可以避了这么多灾毁 就是因为我们懂得闪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那么厉害 因为我们懂得闪开 原来闪就是现在香港 中国首富 全世界排第二十 原来现在那个中国首富 是全世界排二十的 中闪闪 叫中闪闪 鼎姊妹 John Sacaria Elisabeth 撒加利亚就不停地说这三个字 就是这里说 约翰、撒加利亚、以利沙伯 撒加利亚就不断在说这三个名字 原来神纪念祂的圣约 原来神纪念祂的圣约 施联敏神的恩典 纪念祂的圣约 对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所起的世 就是施联敏神的恩典 纪念祂的圣约 对我们祖宗阿伯拉罕所起的世 有时起的名字是代表人对将来 或者对子女一种的祝福和期盼 原来我们的名字就是人对将来的祝福和期盼 有时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的名字叫中志明 很普通的一个名字 但是都比我整天都很追求 要明白东西 明白真理 一个的心怀 中牧师叫中志明牧师 就是要让我自己明白很多意思的意思 当然如果你上网搜索一下中志明 会发觉有个警察叫中志明 在什么旺那里 有没有 不是坐在那里 这里是纪律部队 有时要很小心 有时我真的讲完这 陈志明就坐在那里 我还摸了他的说话那次 原来如果你想去Google的时候 你查看中志明这个名字 原来有个警察也是叫中志明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真道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call了陈志明他的一些讲话 原来他就坐在我前面了 那在大陆军区有个总司令 又叫中志明 在大陆的军区 他原来有一个人也是叫中志明的 我还以为今次会升去做防部长 我还以为他这一次会升去 他会过防部长 那我就顺带很出名的了 我就顺带变成很有名了 不过香港有个邪教的长老 又叫中志明 但是香港有一个邪教的长老 也是叫中志明 他就冒认是牧师 所以很多人Google 中志明牧师出了他出来 不是我 他还要猫认自己是牧师 所以有时候人家查看那个 中志明牧师就弹了他的名字出来 我不知道将来 AI发展会变成怎样 如果你说神要祝福我们 怎样祝福 那你AI 问一下 神怎样祝福人 不知道答案会是怎样 我不知道将来 AI会发生怎样 可能你将来会问一下 AIGBT 神的祝福会怎样 他会怎麽回答你 原来什麽都可以问的 原来什麽都可以问的 曾经有个陈牧师就问 什麽叫崇拜 曾经有一个陈牧师 他问什麽叫崇拜 就出了六样东西出来 他出了六个东西出来 那我跟着跟陈牧师说 你刚刚说的 其实是差了第七样 最重要的 你刚刚证到 你插了最后一样 第七样 今天也因为不是讲崇拜学 那我不讲了 留下一些专家 第二天跟你们再谈一下 再讲一下 但是因为今天不是说崇拜学 所以今天就不讲了 你先上去checkGPT 问一下什麽叫崇拜先 然后知道我们再谈就好些 你先上去GPT那边问一下 你问了 我们下一次再聊 如果你问checkGPT 神怎麽样去到关顾我们 如果你问GPT 神怎麽样去关顾我们 他未必出到这个答案 他未必出这个答案的 圣经里面 一早二千年前 已经写了这个答案 圣经在二千年前 已经写出来了 神的圣约 他从来不会忘记 神的圣约 他从来没有忘记 正如如果你的屋契买的时候 不小心 原来人家钉了契 田徒厅 从来不会忘记这个钉契的问题 你去买那个房契的时候 你买了回来 原来有钉契的过去 填图厅里面 他从来不会忘记有这个记录的 神就好像用一个钉书机 在你的领那里写明 这个是我祝福的人 这个应许包括你为他祈祷的亲人 这个应许包括你为他祷告的亲人 你想他在2024年可以回教会的人 你希望他2024年回到教会的人 顶姊妹 那为什么你不会拔回来教会 弟兄姐妹 为什么你不抓他回来教会呢 神已经说他已经会在他那个 因为你的祈祷 你的代拖 神已经预了爱他 将他带入一个永生的路上面 来到奔跑 因为你的祷告 已经把那个应许已经盯在那个人的身上了 那那个祝福已经领到了 那他这首诗歌还提到 现在的改变 对人的改变 这首诗歌也提到 人对现在的改变 他里面提到有一个人 你要服侍的时间 有一些这样的质素存在了 里面说到就是有个知数在里面 终身在他面前 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据 又有圣洁又有公义 要用圣洁又用公义 顶姊妹有多少人可以说 2023年 全年坦然无据的过每一天 我们过去的2023年 有哪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据的去过每一天呢 最近有些人犯法 警察就通缉他 最近有一些人他犯法 警察的通缉他 可能你说不是我 可能你会说这个不是我 好了 但是你面对神呢 但是如果你面对神呢 有多少个人是神托你去爱祂的 你跟神之间失了约呢 有多少个人是神爱祂的 但是你跟神失约了 很简单 请你跟旁边说一声 请你跟旁边的人说一声 上帝派我来爱祂 一起回崇拜祖 还不是这样 上帝派我来爱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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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旁边说 是不是很不一样 是不是很不一样 原来教会可以是这样的 原来教会可以是这样的 我和大家一起说那句话 我记得都 我以前跟大家也说过一句话 每次的崇拜你都想想 旁边坐的那个 原来上帝派你今天坐在祂附近 坐在旁边 走到同一个厅 和一个房里面 是彼此相爱 原来今天你坐到旁边 这个人的附近 原来是神派你来爱祂的 有一次我cancel一对夫妇 每日都吵架的 每日都差不多打架的 有一次我去辅导一对夫妇 他们差不多每一天都吵架和打架 有一次个男的穿长袖衫 我已经笑 牧师不要这么残忍了 有一次他就穿那个男的 穿那个长袖衣服 他说牧师你就不要那么残忍吧 一天我说又被老婆打 又被老婆打了 整条痕在那 他整个疤痕 三只手指的痕 他说第四只刚刚太软了 这样就拗不了 应该有四条五条痕 他说他就有三个手指的刮痕 他第四个手指可能不够力 所以就刮不上去 我说好啊 那你今晚帮他剪指甲就行了 好啊 那你今天晚上帮他剪指甲就好了 如果一个老公会帮老婆剪指甲 当然没有事不会发生打斗 那样东西了 那么甜蜜 如果一个老公帮老婆剪指甲的话 当然就不会打架了 那么甜蜜 我认识有一对夫妇 是一个女的帮男的剪脚夹 我认识有一对夫妇 是一个女的去帮老公去剪脚指甲 两个亲密的不得了 两个亲密的不得了 好了 弟兄姐妹 坦然无惧 在神面前 在你所爱的人面前 没有所谓那些不等死的秘密 你想到什么 你自己的心是怎么样 对方都知道 你心里面怎么想 对方也知道 你跟神之间是这样的 你跟神之间是这样的 我这样说完类似的讲道 有个弟兄就很坦白 牧师 这个就是我不是很敢灵修的原因 牧师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每一次都不太够胆去灵修了 我说 你都找到一个很好的excuses 但是你也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 不过你的人生会越走越黑 但是你的人生会越走越黑 里面没有那种光出来 里面没有那种光出来了 聖诞节是一种光的季节 聖诞节是一种光的季节 耶稣基督光来到世上 黑暗就不喜欢光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有光 但是世界上就不喜欢那个光 但是如果你自己接受光 打开心坦念无惧的话 你人生完全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自己 堂开自己堂然无惧的 去接受这个光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这个人类现有的福分 另外一个福分 就是受到猜派了 这个是人类现在的福分 第三个福分是猜派 我已经教了你们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大家都做得很好 我刚才已经教了大家 做了一个动作 大家都做得很好 这个是一个群体 彼此相爱的一种开始 这个是群体彼此相爱 一个开始 我亦都事实上去过一间 在尖沙嘴的教会 我不开名了 我叫他们这样说 不肯的 不肯和旁边那个讲 上帝派我来爱你 事实上 我真的去了尖沙嘴一家教会 我让弟兄姐妹这样做 但是他们真的 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真的很困难 我都觉得他们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我都不知道 可以再跟他们怎么办 后来我都决定 从此不会再去那间教会 讲道就算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就从此不再去 那家教会讲道就算了 不过都因为他们 从此都不再请我讲道 只是因为他从此也没有 这个牧师来到逼我们 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 这个牧师来到逼我们 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 我不是在暗示 你继续可以请我讲道 我不是在暗示 你继续可以请我讲道 大家老朋友 时间对的 或者光沪够急的 这些是大家可以互相帮助 所以大家互相帮助 我都会交换人质 我来这儿就请你去 行安证讯会讲道 就可以大家彼此邀请 这个牧师真是坦白 在港台上说这些 那牧师很坦白 这个人就是阿John 后来预备神的道 这个人就是约翰 后来预备神的道 就是神开始讲他未来的事 一首诗歌 过去现在将来 这是预备一首诗歌 就是讲到过去现在未来 神就透过撒加利亚 讲出神的说话 神透过撒加利亚 说出神的说话 当时有些人听不明白 撒加利亚说的 当时人听不明白 不是每个字不明白 不是每个字不明白 而是撒加利亚说的 跟他们印象里面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是不接受的 不明白 所以撒加利亚说出来的 是人他不明白 所以他们不接受 不接纳 这个给我们一个 好好反省的前提 这个是让我们 一个很好反省的前提 有时候你说 牧师我不明白 你信了二、三十年 有些事你都不明白 我 我怎样说得你明白 你二十多年 你都不肯明白的事 我没有办法再说明白你的 有时候 弟兄姐妹他会问 牧师你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你信主二十、三十多年了 如果你选择不明白的话 我怎麽说你也不会明白 当时撒加利亚一直说这些 圣经就记住 旁边那些人 不明白他说的什麽 不是每个字不明白 是意思里面的意义 他们不肯明白 夏加利亚他说的每一句话 不是那个字不明白 是人他对他说的 完全不明白 如果你在那个叫做 在这个毛组里面 你会明白很多事情 在那种状况里面 很多事情你比较容易明白 如果人在某一种状况里面 你会比较容易明白 那我举一些例子 你就知道 我举一些例子 你就懂了 有一次我招待一个 从乡下出来的人 我有一次招待一个 从乡下出来的人 我家附近听到蜥蜀的叫声 他那个人在家附近 听到蜥蜡的声音 他熟的东西 他很熟悉的东西 城市人 远处跌了个五毛子 我们小时候 他到处就会去找 听到跌钱的声音 我们在城市的人 听到一个五毛钱 丢在地上 我们就会蹲下来去找 属灵的人 就懂得听神的话 属灵的人 就懂得去听神的话 习惯了每日 灵修看神的话语的人 一听到神的话语就明白 习惯性去每天 灵修听神话语的人 他们一听就懂了 那这里 神有什么说话 关乎未来 神这里有什么说话 是关乎未来的 神有一个怜悯的心肠 神有一个怜悯的心肠 又叫一个很美的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就叫清晨的热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本来坐在黑暗 死阴里的人 照亮了 突然 一声光光了 要照亮 坐在黑暗中 喜映里的人 就突然照亮他们了 跟着他们的脚 就会走到一个平安的路上 然后他们的脚 就懂得去走在平安的路上 我爸爸在我小时候 教我怎么样 夜晚行山路 我的爸爸在我小时候 他教我们 怎样懂得在黑暗中去走山路 黑泥,白石,光水藤 水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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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简单的 黑的就是泥 白色的就是石 如果有光的 肯定是水藤 黑就是泥土 白色就是石头 光就是水藤 平安的路 平安的路就是神的路 平安的路就是神的路 反过来说 神的路就是平安的路 换句话说 神的路就是平安的路 当然可能上面有些出名的牧师就是高铁 你都可以这样去用这个比喻 很快 可能有些牧师就比喻就是高铁就是很快的路 当然不只是高铁 搭飞机都可以 当然是飞机也可以 等姐妹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 就是不在和患的路上面 把我们的路走在平安的路上 就是把我们不要遇到祸患里面 或者你这条深路 在一条可以里面叫做明德格物的路上面 那个新路就是明德格路的路上 格物 格密 一格格的格 跟着物件的物件 格物 是的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瑜伽思想里面 很重要的信息 这是中国人瑜伽思想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等姐妹原来在约翰出世的时间 弟兄姐妹原来在约翰出生的时候 神就是显示了这件事 神就是显示这个事情了 这三件事 一个小孩长大 心灵强健 住在旷野 这个孩子长大 心灵常见 住在旷野 施洗约翰出不出名 施洗约翰有不有名 很有名 很有名 对吧 有名过中牧师 起码 比中牧师有名 他是全世界都留意到 在全世界也留意得到 但他其实小时候长大 他决定不出名 原来他从小就是决定不出名的 他参加了一个叫做爱识尼派 他参加了一个爱识尼派 是隐识 是隐识 就是去到死海附近一些地方 去死海的附近 那你是负责抄写圣经 是负责抄写圣经 每天早上就一早起床 每天一早起来 沐浴 就预备一起抄写圣经 就预备一起抄写圣经 很克服的 吃得很简单 是当时中东最简单的东西 是蝗虫野蜜 是当时中东最简单的蝗虫野蜜 当然那些蝗虫这么大只 这里到这里 这蝗虫是那么大只的 炸蜗就小一部分 三分之一而已 炸蜗就小一点 四分之一左右 每几年突然之间 它里面的荷尔蒙改变 炸蜗 它突然之间由炸蜗就变成蝗虫 这样就很危险 跟着它的生殖力是非常强的 它的炸蜗 它就有一些荷尔蒙的改变 就变成这么大的蝗虫 然后它们的反击力很强 我是因为读生物学底 有一次读昆虫学 就有一个星期是研究这类的昆虫 因为中牧师本来是读生物学的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是研究这种蝗虫的 那些蝗虫是很巨型的 这种蝗虫是很巨型的 它又这么小 变得这么大 还要飞 还有预备生育 是吃很多东西的 它从那么小 变成那么大只 它是要吃很多东西的 蝗虫、螳螂、蟑螂 或者蟑螂 是比较少的生物 能够吃头发的 蝗虫、蟑螂、蟑螂 是比较少的生物 可以吃那个头发 就是它肚饿起来 连头发都咬 我鹰没有多少 可能它不会袭击我的 它饿起来的时候 它头发也会吃的 一路蝗虫过境的形式 叫蝗虫过境的那种 顶姊妹 他决定不出名 但后来他为什么这么出名 他决定不有名的 但是为什么后来那么有名 不是他想的 不是他想的 他只是想照神的心意活下去 他只是想照神的心意活下去 这个2023年尾 我都鼓励大家 生日临在教会 是为神发光发热就可以了 这个2023年我也祝福 310灾进行会 就是继续为神发热发光 我今天来到大家当中 我看到大家聚会的地方 整个安排布置 真的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很有崇拜的感觉 我都首先是恭喜大家 神祝福了你们 我今天来到这里 也看到我们这个场景 也是受神祝福了 有时是这样的 有些教会你走进去 你想变魔鬼的 对的 有些教会是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很想变成魔鬼 我当时在奎冲那间教会 我还给阿琪第一个指令 我说 你将教会变成那些人 走进来会变天使 我那个时候在奎冲的教会 我就跟那个建筑师说 你就要设计成 把每个人进来 就把他变成天使 我每天给你看 那些图片 那些图片已经是真的 你想变天使 看到那些设计 我将来有机会给你看看那些照片 就是你很想把弟兄姐妹 变成天使 我走进来这里 很有敬拜的感觉 我走进来这里 很有敬拜的感觉 这个孩子他出生之后 就正如以赛亚书上面记载 他会在旷野有人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如果颁最佳配角奖 一定是施洗约翰拿 如果颁最佳配角奖 那一定是施洗约翰 他不是主角 是最佳配角 他是最佳配角 感恩如果我们在神面前 做到最佳配角都不错 如果我们在神旁边 可以做到最佳配角 我的梦想都不是多 不用做最佳 做到一个好的配角就可以了 我的梦想不是做最佳 就是做一个好的配角就好了 这里都是因为他 很多人都见到神的恩典 这里也是说 因为很多人都看到神的恩典 这句话可以多说 上帝派我来爱你 这句话可以多说的 上帝派我来爱你 有时在一些很紧急的 两宫婆在打架的时候 不是在叫架 就立刻上帝派我来爱你 然后再避开 再避开一遍才行 就是有时两夫妇 她正在吵架打架的时候 都说上帝派我来爱你了 就可以打扫 那千万不要让老婆 出到第二句 上帝派你来击我而已 但是不要出第二句 就是上帝派你来气我了 顶姐妹 上帝真的派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低头有个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敬拜你的机会 我们希望每一次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心灵里面都改变 我们心灵里面也改变 情绪也改变 情绪也改变 可能由生命的低谷 憂鬱当中 可能由生命的低谷 憂鬱当中 重新活过来 重新活过来 活化了的时间 活化了时间 生命彰显你的荣耀 也彰显你的恩典 我们感恩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